我们必须要强化我们台湾的国防 因为中国解放军来势汹汹 美国华府智库战略系国际研究中心 他们模拟2026台海发生战争 兵推了五大情境 基础模拟对台作战14天的部分 预料台湾的海军军舰会全灭 而陆军会阵亡大概三分之一 中国解放军则是会有超过两万人伤亡 那悲观的模拟预测呢 台湾的陆军会损失两万两千人 中国解放军大概会有一万七千人伤亡 那最后一个就是乐观模拟 那他对台作战的时间只有七天 解放军是惨败 只是以孤立无援状态模拟 各国都不介入的情况来看 这会是最惨的 作战时间可能会拉长到七十天 而前天解放军还在微博上 公布了对台湾战训的MV 名为我的战因绕着宝岛飞 这个MV里头的内容 就包含有我们台北101 日月潭等景点 还唱上了阿美族老人饮酒歌 再搭配战机战舰绕台的画面 挑衅意味相当浓厚 秀出空中远望台湾山脉画面 前一秒原住民田里庚座 下一秒又是共军战舰核战机 解放军九号在微博 公布对台战训MV 挑衅意味浓厚 共军动作频频 让台海情势持续紧绷 华府智库战略 纪国际研究中心 针对二零二六年共军攻台 以基础悲观乐观 台湾孤立无援以及末日 五种情境设定 进行二十四次兵推 其中除了台湾孤立无援 以及共军必胜的想定之外 解放军对台攻势全部失败 专家认为要杜绝 共军登陆 反舰飞弹会成为决胜关键 以兵推结果推断 尽管共军犯台可能不会成功 但中美日海空军都负上惨痛代价 台湾海军在基础模拟下 更是全军覆没 专家强调五种兵推想定中 国军应该参考孤立无援的模拟 继续强化远生火力 以及飞弹防御 让国军在战时处在更有利的位置 华氏新闻张志仁 潘坚然台湾报导 华氏新闻看起来 赶快订阅我们的 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 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